安全装置调试 安全重于泰山,塔基更是这样 中联塔基安装了很多安全保护装置 但是如果不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调试设定 它就不能起到安全保护作用 多功能限位器调试 多功能限位器是一个涡轮涡感机构 涡轮旋转带动突轮动作并压下微动开关 突轮又分为长突轮、短突轮 分别用于限速和断电 塔基的高度限位、幅度限位、回转限位 分别使用外形相同而素比不同的三个多功能限位器 起升高度限位器调试 高度限位器调整在空载下进行 高度限位器内有长短突轮各两个 用手指分别压下微动开关 确认限制提升的微动开关是否正确 调整极限上限位时 首先使吊钩滑轮与便服小车的最小距离不小于三米 松开螺调动 调动调整轴一 使长突轮动作并压下微动开关一 切除一挡以外的所有速度 验证记忆位置是否准确 然后以一挡上升 使吊钩滑轮与便服小车的最小距离不小于一米 调动调整轴二 使短突轮动作并压下微动开关二 切除所有速度 然后拧紧螺母 验证记忆位置是否准确 如果要调整极限下限位 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 调整调整轴三、四 调整极限下限位后 每次顶升加节后 都要重新调整 回转线位器调试 在起重臂处于安装位置 电缆处于自由状态时 调整回转线位器 回转线位器内有两个长突轮 用手指分别压下两个微动开关 确认控制左右方向的微动开关是否正确 向左回转一圈半 有回转动作记忆位置是否准确 幅度线位置 幅度线位器调试 幅度线位器内有长短突轮各两个 先调试向外变幅减速和闭头线位 将小车开到聚闭头缓冲器2至3米 调动调整轴一 使长突轮动作并压下微动开关一 此时将小车开至闭头缓冲器0.3米处 调动调整轴二 使短突轮动作并压下微动开关二 此时将切除所有速度 再调试向内变幅减速突轮3 和臂根线位突轮4 调整方法同上 分别距臂根缓冲器2至3米和0.3米处 进行减速和臂根线位调整 然后拧紧螺母 验证记忆位置是否准确 人们对塔基能力的要求是既要调得重又要调得远 重量与距离的成绩就是力举 所以起重力举的大小是塔基起重能力的主要标志 每台塔基的最大起重力举都是一定的 超过最大起重力举 塔基就有折壁或者倾倒的危险 所以力举限制器是保护塔基最重要的安全装置 塔基装有机械式力举限制器 当力举达到额定值的90%时 司机室内的黄色预警灯亮 同时发出预警报警声 当超过额定值的100% 但小于110% 向上起升断电 小车向外便幅断电 红色报警灯亮 同时会发出超载报警声 力举限制器由两条黄板 行程开关及调整螺杆等组成 通过安装板固定在塔顶中部后侧的弦杆上 塔基工作时 塔顶发生变形 两条黄板之间的距离缩小 带动调整螺杆移动 调整螺杆触及行程开关 相应力举能够报警和切断塔基起升向上 和小车向外便幅的电路 起到限制力举保护塔基的作用 工地上力举限制器的调整 一般是在钢丝绳二倍率的情况下 利用本身的标准节A 使用定码便幅的方法进行 定码便幅调整方法是 在60米B长时二倍率的情况下 调起两个标准节A 重1.88吨 小车以慢速由30米幅度开始向外便幅 幅度在40米时 调整螺杆一压迫形成开关一 使司机室内黄色预警灯亮 此时小车向外只有低速 同时司机室内发出滴滴两声力举预警声 幅度在46米时 调整螺杆二压迫形成开关二 使起升向上便幅向外断电 司机室内红色报警灯亮 同时发出滴滴滴滴 四声力举超载报警声 开回小车直至解除报警 力举限制器调整后需要进行较合 在钢丝绳二倍率情况下 小车以慢速由30米幅度开始向外便幅 当司机室内黄色预警灯亮 小车向外只有低速 同时发出滴滴两声力举预警声时 停止小车前进 用尺子测量调中至回转中心的距离 是否为40米 如果误差在5%以内极为合格 否则需要重新调整 小车继续慢速向外便幅 当司机室内红色报警灯亮 同时发出滴滴滴滴滴滴 四声力举超载报警声 向外便幅自动停止时 用尺子测量调中 距回转中心的距离是否为46米 如果误差在5%以内极为合格 否则需要重新调整 开回小车直至解除报警为止 上述动作重复做三次 以保持功能稳定 起重量限制器调试 电动机的超载能力是很弱的 超载运行很容易烧毁电机 所以塔机工作时 需要严格控制起重量 起重量限制器担当了这个重任 它同时还起着保护钢丝绳 和保护塔机安全的作用 由于工地上缺少标准的大多位砝码 下面介绍一种工地调整 起重量限制器的简便方法 塔机装有机械式起重量限制器 对低速、高速所对应的起重量 分别进行限制 机械式起重量限制器内部结构 是一个缩小了的力矩限制器 当起重量达到额定值的90%时 起重量限制器做出反应 向上只有起升一挡 司机室内的黄色预警灯亮 同时发出低、一声力举预警声 当超过额定值的百分之百时 向上起升断电、红色报警灯亮 同时发出低、低、低、三声超载报警声 工地上起重量限制器的调整 是在钢丝绳二倍率的情况下 利用工地现有材料 如钢筋分别进行高速挡和低速挡调整 高速挡调整的方法是 第一步 在30米幅度范围内 吊重1500公斤 吊钢以低、高档速度各升降一次 不允许任何一挡产生不能升降现象 第二步 再加吊重25公斤 同时调整罗丁1 以高速挡起升 若能起升 升高10米左右 再下降至地面 第三步 重复第二步动作 直至高速挡不能起升为止 此时调重应在1500至1600公斤之间 接近小值较为理想 第四步 在1500公斤的基础上 再将调重100公斤分4次加上去 分别做高速挡升降动作 直至不能起升 重复三次 三次所得起重量 应基本一致 拧紧螺钉 低速挡调整的方法是 在30米幅度以内 调重3000公斤 第一步 调重以低速挡升降一次 不允许产生不能升降现象 第二步 加调重50公斤 同时调整螺钉三 以低速挡起升 若能起升时 身高10米左右 再下降至地面 第三步 重复第二步 直到低挡不能起升为止 此时调重应在3000至3150公斤之间 接近小值较为理想 第四步 在3000公斤的基础上 再将调重150公斤 分三次加上去 分别做升降动作 直至不能起升 重复三次 三次所得起重量 应基本一致 拧紧螺钉 分三次